欢迎您查看CDT视角的百科词典 霍金敬酒 霍金敬酒是霍金来了也得站起来敬酒的简写 这是网民为讽刺中国是官场、职场文化而创作的一个段子 也常被人用来回答为何中国科技人才流失严重 为何突破性技术创新总是最先发生在西方等问题 众所周知,已故的英国知名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患有基纬缩册索硬化症 因此他必须依赖电动轮椅来移动并使用语音合成器与人交谈 这构成了霍金个人形象的一部分 但在许多中国网民看来 即便是霍金这样的顶尖科学家 来到了以权力为主导、潜规则盛行的中国社会 必然会严重水土不服 当然就更不可能在这样的环境中从零诞生 那么,来到了中国科研院所或高校任职的霍金会面临什么呢? 有网友调侃他肯定会被要求给领导敬酒 按照单位普遍的人情事故标准 哪怕你是什么科技人才霍金 那也得从轮椅上站起来敬酒 甚至有网友生动还原了现场劝酒对话 霍金,你是怎么回事?不起来敬酒? 你看人家张海迪都站起来了 你还不识台卷? 你们搞科研的,架子可别太大 还有网友借助AI画图应用 生成了一张霍金敬酒图 向我们展示了这一幕现代医学奇迹 当然,想必霍金也是别无他法 毕竟有大领导在的中式酒局就是一场大型服从性测试 正如网友的调侃 站不起来是能力问题 不站起来是态度问题 还有网友挠不到 你看牛顿不也在旁边弯腰地烟吗? 爱因斯坦为了贫瘠还给领导居乐工 甚至还有人想象了敬酒后的领导回应 霍金啊,你给老师敬酒,老师很开心 但是你坐着敬酒,老师不喜欢 这些既搞笑又写实的段子 无不道出了这种人情社会下的真相 其背后的本质是权力的不受约束 以及人之间权力的不平等 而这样的社会又如何能产生伟大的发现创造呢? 就在霍金敬酒这个耿广为流传之时 还有网友提出了一个更恐怖的历史假设 霍金的理论基础是相对论的时空观 60年代中期他开始了自己的研究 但当时的中国正将相对论 量子力学等批为资产阶级反动观点 那时候的霍金来到中国得赔酒吗? 不,得赔命 欢迎大家通过电报Telegram平台向我们投稿 投稿地址请建本期节目的文字简介 阅读更多内容 请访问我们的网站cdt.media